人情话题来看到真的好想出国 现在各家航空公司都在申请 唯旅行专案航班 希望可以满足旅客搭飞机的愿望 台湾虎航在昨天率先升空了 而新宇航空在今天接力飞上天 今天早上11点钟起航 沿着台湾东部向南 往菲律宾的方向飞行 而飞行时间大约是三个小时 还特别降低了飞行高度 让旅客可以从空中来了看台湾 甚至出动了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前来直飞 让不少新粉们都非常期待 一身帅气机长行头走向登机门 新宇航空董事长K董张国伟 旗号一早现身桃园机场 这次的新宇为旅行活动 要由他亲自直飞 因为他要亲自开飞机 超期待 觉得还蛮幸福的 可以抢到这个票 第一口罩还难抢 K董帅帅 董党帅帅 大方和旅客合影 K董魅力无法挡 受到疫情影响 旅客无法出国 桃园机场规划为旅行 让乡飞的民众能够满足愿望 台湾武航六号就打头阵 率先升空 新宇航空七号也接力飞上天 有K董驾驶新宇航空 首架迎进的B58201班机 上午十一点起航 沿着台湾东部 往菲律宾方向飞行 还特别降低飞行高度 让旅客可以从高空 鸟看台湾 最后再回到桃园机场 来一场三个小时的为旅行 非常开心 还蛮实在机场的特色 穿着新宇T恤 这位新宇迷好不容易抢到票 带着爸爸来体验机场设备 新宇为旅行计划一推出 188张机票瞬间秒杀 桃园机场七号一早 就被人潮挤爆 旅客乖乖排队等着登机 兴奋之情异于言表 不过地勤人员还是一一为旅客量测体温 飞行体验之余 防疫依旧不减分 记者桃园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